瑞芳区的瑞宾国小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 都会和台义大来进行合作举行智工营 校方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让同学们受到启发还有感动 而今年的活动除了台义大的同学之外 还有来自韩国还有国防大学的同学们 不少小朋友都觉得真的是获益良多 瑞宾国小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和台义大合作 举行为期四天的智工营 全校共有上百位学生参加 希望借由活动带给学生不一样的启发与感动 而在当天也举行了开幕典礼 包括各界地方人士都前来共享盛举 瑞宾国小从两三年前就开始办理这个活动 那我们一直都是以自家人的心情 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这个非常有意义 有意义而且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么尤其呢特别感谢由我们葛教授团队 他所带领的这个把许多的资源 丰富的资源 多元的资源的引进对军国小 今年很特别 今年来了将近三十位台义大的大哥大姐姐 六位国防大学的军校生的大哥大姐姐 五位韩国的大学生大哥大姐姐 还很特别的 我们今年加入在地化的力量 有四位是透过我们赖会长 学家讲会赖会长介绍四位志愿者 台湾艺术大学葛传宇教授所带领台义大的学生 到瑞宾国小来举行为期四天的志工营 这同时也是葛教授第三年来到瑞宾国小扮营队 每次的主题都带给小朋友很多收获 而今年除了有台义大的学生 还有来自韩国严氏大学的大学生 以及国防大学也参与了这项营队 因为这个瑞宾营啊 是一个有跨国跨校特色的一个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营啊 这也是它的特色 那我们国防部呢一直对于这种品格教育呢 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之后呢 我们就非常热心的来参与 就是来参加看看有什么活动啊 好玩 我要表演人住民舞 因为暑假没有什么事做啊 而且觉得这个很好玩 有啊 第四次吧 每次来参加觉得 最后一天都很不舍啊 这次以品格教育为主题 规划合适的教案 提供给孩子们更多元的学习机会 协助瑞宾国小学童建立正向的自我概念 提升自我价值并发展出正确人生观 家会教育资源缺乏的地区 记者 权威 瑞芳采访报导 好聊